而花蓮县教育处表示为了营造安全健康的学校饮食环境 提供透明化的学校饮食资讯 来提升对学校供餐的安心还有信赖度 食品都规定追踪还有追溯制度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食的安全把关 教育小组一行人特地来到营养午餐供应厂商的加工厂实地考察 并且也对于最近学校以及家长所反映出的学生在食用上的情况进行讨论 并且希望教育处能够与工艺厂商进行营养午餐的菜色调整 我连吉安吉安江的校长会议的时候 有些校长提到很多的小朋友 负价的东西他们都吃都丢不掉 但是我也要了解就是我们现在一个礼拜里面 有几餐有水果 那有几餐里面有其他附价的一些产品 那个食品年轻的部分是哪几种 是不是说市长在那边你了解了 三菜一汤一点心 那国中就是四菜一汤一点心 那这个点心呢 它可以是水果 那它也可以是百分之百的果汁 那也可以是刚刚所提到的点心的部分 对只是我们在点心的部分可能就是各家的厂商都会去评估 那可能是刚刚所提到的小参茂部分 或者是包成部分甚至是坚果的部分 或者是这边提长的牛乳都在包丘乳的部分 那我们是有规范在这个底线的部分 每个礼拜就是至少要有一次是水果 然后至少一次是百分之百的果汁 业者也指出供应学校的营养午餐肉品都是国内的猪肉 蔬菜也都有产地履率 并且也都是在地的农特产品 我们现在目前德立场所提供给国小营养午餐的食材 基本上都是使用国内的猪肉及在地的农产品为主 在业者的陪同之下教育小组成员参观了加工厂内部的食品加工整套的流程 并且也指出加工厂也获得了FOSC22000的食品加工厂认证 也能够加强学生在营养午餐上的安全 人的墙上不赞 记者林杰金安湘采访报导